好了,這個就是我今天的晚餐 很多人說一定要吃的 雞腿飯 豉油雞腿飯 其實我是沒有打算要這個豉油雞腿飯 不過我就 這是遺症來的 我其實是不打算吃這個豉油雞腿飯的 不過呢,我就完全忘記了午餐這件事 所以呢,它現在有三餐 它就隨機幫我點了晚餐是豉油雞腿飯 我就現在開給大家看一下 我沒試過這樣開箱飯 開箱雞腿飯 好像很多人開過 好,讓我小心點 這個呢,就是說 來到旁邊一定要吃的雞腿飯 它呢,就有這個時菜雞腿來的 咦,看上去的樣子 是否吸引呢 OK啦,我覺得不錯 有幾大,不如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就是我手掌 這個就是雞腿 再找個比例好一點的東西 就合味道杯麵 這個呢,就是合味道杯麵 和它的比例來的 好不好吃就... 其實我在美國可能有少少問題 我不能夠回答大家 不過我覺得,嘩 這隻雞腿都算是這樣的了 我就不客氣了 和大家說聲拜拜先 我就先先吃下東西先 去這裡